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布朗山之光 2011年那里发生了一起不可思议的外星人绑架事件 事发当天当地有27个人凭空消失 近百明目记者看到了奇怪的光束 之所以说他不可思议 是因为一年后 这27个人竟然全部又被扔了回来 而且就在事发地附近 还发现了一台摄像机 里面拍到的内容 更是让人难以置信 第一段视频拍摄于事发当天 视频中一家屋口正在布朗山附近露营 接着是当天夜里 就在他们刚睡下没多久 有人突然起来打开了相机 并且他还叫醒了帐篷里的其他人 拍摄者说刚才有道很亮的光 从他们的帐篷上闪了过去 就在其他人还不明所以时 阳光突然再次出现了 他们急忙起身来到帐篷外查看 出来后刚带到就发现 天空中有三四个奇怪的光点 开始他们以为是星星 但很快就发现这些光点 似乎在有规律的移动 接着就以极快的速度消失了 下一段视频来到了第二天早上 男孩指着昨晚发现光点的地方 给父母讲着夜里发生的怪事 临走前 他们还发现了一些死象惨状的动物尸体 回到车上 大家继续讨论着昨晚发生的怪事 但父亲则不以为然 他觉得那只是飞机或者是探照灯之类的东西 然后别开车上路了 车在山路上开了很久 在拐过一个弯之后 导航和手机突然受到了某种很强的电磁干扰 一时间都没了信号 他们只能凭着记忆继续往前开 刚走没多远 山中突然出现了大量团雾 他们在雾气中硬着头皮开了很久 因为没有导航再加上雾气 下山的路似乎变得无比漫长 此时车上的人都显得有些焦躁不安 好在他们穿过一片树林之后 雾气也逐渐变淡了 路边出现了一些有人生活和居住的痕迹 但手机依然没有信号 微信导航还收到了一些奇怪的电磁波 就在此时 路边突然出现了一辆车 但奇怪的是车门全部被打开着 但车上的人不知道去了哪里 继续往前 他们又发现了好几辆类似情况的车 走行后才发现 原来这里是出山的隧道 整个隧道里停满了车 但和外面的情景一样 所有的车门都被打开着 有的车还亮着灯打着双闪 但是人却都不见了 女儿朱莉感觉眼前发生的一切太奇怪了 她建议父亲赶紧掉头回去 但父亲说车已经快没油了 只有出了隧道才有加油站 她觉得前面可能是发生了车祸 或是山地滑坡 她说自己先过去找个人问一下 看多久能通行 大儿子不放心父亲一个人 她说可以陪父亲一起去 因为母亲和姐姐要去上厕所 小儿子莫里斯不想把自己留在车上 于是他拿着相机也跟了过去 刚进入隧道 就发现地上全是被扯断的安全带 车里的物品也被全部翻出来扔在了地上 越往里走情况越糟 很多车都保持着驾驶的状态 似乎仍是在一瞬间消失的 机号快接近出口时 莫里斯突然发现一辆车的挡风玻璃上 有一个很奇怪的手掌印 他急忙叫父亲和哥哥过来 但他俩并没有搭理莫里斯 因为他们发现了一辆警车 父亲赶紧上前去查看 一个人影 父亲急忙大声询问对方 前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对方并没有搭理他 莫里斯刚想拉进镜头查看时 一个奇怪的声音 同样从前面的车头走了出来 紧接着是一道刺眼的白光闪过 一个一天明亮的外星人 突然闪现在他们面前 父亲瞬间像中了鞋似的 翻起了白眼 然后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那儿子见状拉着莫里斯拼命地往风跑 母亲发现利样在另一边也撕心裂肺地叫着 阿生跑到车前跳上车 用最快的速度掉头往回开 上车之后母亲发现父亲不在 就叫他们赶紧回去救父亲 大孩子与无龙促的大叫着 说父亲已经被抓走了 他发誓抓走父亲的绝对不是人类 刚说完 同样一只鸟从脸处飞来直接撞向了他们 紧接着上百只鸟 就像下雨一样从天上掉了下来 然后车也失去了动力 他们只能带上行李 下车继续往前走 在经过之前发现的那户人家后 他们决定进去先找人求救 刚到门口 外星人似乎也追了过来 好在房子的主人有枪 暂时安全后 他们便在猎户的屋里先藏了起来 进屋后从猎户的口中得知 整个布朗山区从早上开始 所有通信网络和卫星信号都被切断了 唯一可以进出的隧道也被车给堵死了 眼下只能自保然后等待救援 就这样他们提心吊胆的等到了晚上 凌晨一点多 就在他们扛不住刚睡下没多久 窗外突然再次亮起了刺眼的白光 惊醒后他们发现猎户已经不见了 母亲不想坐椅待毙 她刚想打开门 突然发现外星人就站在外面口 大儿子直接开枪向门口射了过去 但外星人似乎并没有离开 情急之下他将母亲和弟妹 都藏到了屋内的地下暗阁里 自己则守护在上面 几声枪响之后 房间里传来了大儿子撕心裂肺的叫声 又过了一会儿 上面的白光和声响都消失了 屋内再次陷入了一片漆黑之中 莫里斯打开了相机的灯光 查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下一段视频他们已经逃到了屋外 借着相机和手机的灯光 顺着一条小路跑了没多久 远处就出现了一个亮着灯光的骨仓 三人没有丝毫有雨直接躲了进去 刚进来 外面就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 白光也紧跟其后追了过来 瞬间把空旷的骨仓照得跟白昼一样 紧接着又一束光射向了骨仓 照在了母亲的身上 他整个人被吸附在半空 突然被折叠后直接被吸到了天上 女儿朱莉和莫里斯见状 直接向骨仓牌跑去 他们不顾一切拼了命地想树林里狂奔 跑到了一个山坡前 他们发现了大量血迹 就在不知往哪走时 石头后面突然蹦出了一个外星人 二人来不起反应直接跳下了山坡 关掉了所有灯光大气都不敢出 等外星人走后 他们又在森林里走了很久 来到了森林深处 在一个隐蔽的树坑里躲到了天亮 天亮后他们爬到了山顶 在山顶找到了一条去往城镇的路 一路往下 他们终于绕过了大山 来到了隧道的另一端 二人并不敢在隧道附近过多停留 转身就往城镇的方向跑去 没跑两步就发现一辆警车停在不远处 看到警车姐姐瞬间痰软在地 嘴里不停地嘀咕着我们得救了 警员上前将他们带上了警车 并报告总部又找到了两名受害者 刚说到这 突然白光再次出现 伴随着机械的昏冰声 姐弟俩和那名警员 还有摄像机一起被带到了天上 不可思议的是 被带进飞碟的摄像机 既然隐约派到了飞碟的内部构造 三个人和摄像机进入飞碟后 穿过了一个红色龙基的扎门 就进入到了飞碟的内部 这一层有很多独立的房间 每个房间里都能隐约看到一个工作台 旁边还有正在工作的外星人 莫里斯被推到了最里面的房间 然后旁边的盖板被打开后 摄像机和一些随身物品 一起被丢到了里面 紧接着连接外部的通道也被打开了 摄像机再次遗落到了地球上 几个小时后 地面上的工作人员发现了这台摄像机 时间来到了布朗山事件发生的一年后 当年在布朗山失踪的27个人 陆续被丢弃在了全美境内 这其中就包括莫里斯一家 但他们获救之后 就永远地消失在了公众的视线当中 一星绑架是根据美国布朗山之光事件改编的 布朗山位于美国北卡罗兰纳州西部的蓝岭山脉 这里是美国中部最大的森林无人区 早在1771年 德国工程师在布朗山考察时 就曾经发现过神奇的光亮 这也是首个有记载的布朗山之光事件 然而更神奇的是 这些光在当地印第安人的传说中也有记录 所以被曝光后 很多人认为这些光是外星飞船在森林里降落时发出的 美国政府也至少三次公开调查过布朗山之光 但一直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 阿巴拉切亚州立大学曾在布朗山对面 安装过两个弱光摄像头 拍摄了近6300小时的视频素材 但他们声称并没有拍到无法解释的光线 不过网上有一些探险爱好者 并不相信这些权威发布的报告 因为他们曾在布朗山白光出现的地方 拍到过不明生物 但时至今日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证明这些光和外星人有关 专家则认为这些光应该和地磁报或者是球星闪电有关 不过也有人说这些光是附近火车经过时发出的 但至今布朗山之光都没有明确的结论 一般涉及到外星题材的伪记录片 都会改变一些真实案例或者世界 比如凤凰城之光和五十一区 反向都很不错 毕竟这些事件本身就自带流量 在嘉义伪记录片的即时风格 拍好了很容易一架乱争 有着极强的代入感 整个观影过程就像探秘一样 所以有想法的朋友可以考虑改变一下 国内的一些UFO事件 一金榜家的整个故事还算完整 也比较贴合现实中的布朗山之光事件 但最终呈现的效果就像一个片刻声 好的地方确实很优秀 但差的地方则让人无法忍受 比如隧道遭遇外星人的桥段 设计的就很出场 但在猎户家里有一大段戏 就完全跳脱了伪记录的手法 表演痕迹十分明显 还有就是相机进入飞碟内部 最后掉落回地球的设计 明显缺乏想象过于草率 整个飞碟内部就像一个飞气的厂房 最后相机从飞碟内部滑落的过程中 兴趣的同学原片还是值得一看 下期大家想看哪些伪记录片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留言最多的马上开竿 最后感谢大家能看到这 我是皮肤下期见